CEO Mark Zuckerberg has admitted to complying with pressure from Biden-Harris administration to censor COVID-19 content in 2021 26号美国科技巨头Meta执行长组克博 致信美国联邦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乔登 表示2021年拜登政府的高级官员包括白宫 连续几个月施压我们的团队要求审查某些有关COVID-19的内容 包括幽默与讽刺内容 我强烈认为我们不应该因为任何政府的压力而在我们的内容标准上妥协 如果这类事情再度发生我们准备好反击 对此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共和党党团在社群媒体发文表示 这是言论自由的巨大胜利 白宫发言人则回应 我们认为科技公司和其他私人机构在做出呈现资讯的独立选择时 应该考虑到他们的行动对美国人民的影响 祖科伯还表示他不会在这次选举中花费任何资金 目标是保持中立 不以某种方式发挥作用 或甚至看起来扮演某种角色 新唐人亚太电视红玉挺庄 齐琳综合报道 第几次 感谢观看